面对婚姻生活,每一对夫妻的初衷都想长长久久,而婚姻的长久离不开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。 很多夫妻认为在婚姻生活中已经尽力做好了,可是最终还是分开了。 其实很多小细节问题,如果你稍不注意都有可能引发不好的结局。 当这种情况出现,即便你们没有散伙,也不会幸福。 以下五种情况,你们有必要都看一看,有没有在你们夫妻之间发生过? 第一种情况,喜欢翻旧账,把过往不好的事情放在心上的夫妻。 有的夫妻平日里很好,但是吵架的时候就喜欢把以前的旧账翻出来,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,这样互相指责,互相埋怨,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过呢? 其实夫妻之间很多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,不要抓住不放,因为这样只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,甚至最后走向散伙的地步。 第二种情况,夫妻之间不在一起睡,分开甚至分房睡。 有人说夫妻之间百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共振免,这句话一般是用来形容男女共结连理,十分不容易。 人生在世得以红尘自己,并能够相伴共振,这乃是前世修了数千年的膳死才能换来的。 这句话言下之意也非常看重夫妻之间的同床共振,因为这是促进夫妻感情最好的方式。 两个人不在一起睡,没有了肢体的接触,没有了情话残眠,久而久之感情就会变淡,最后可能就变成了陌路人。 第三种情况,对婚姻不忠诚的夫妻。 夫妻之间最忌讳的就是出轨,不管哪一方出轨,可能都得不到对方的原谅。 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另一半心里还住着一个别人,只要你们有夫妻生活,你就会想到对方还和别人在一起过,你是不是觉得很恶心? 这样对对方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,还谈什么天藏地久呢? 第四种情况,夫妻之间彼此不相信,相互猜疑。 是想当一件事情发生,身边都不相信你,是在指责你,唯独你的另一半,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。 你是感受,你会觉得很踏实,即便是遇到再大的困难,你也有战胜的勇气和信心,因为你有着坚强的后盾。 反之,你会觉得很孤单,很委屈。 另外,如果你们之间不信任,那么一点点小事都有可能引发你们之间的矛盾,整天生活在争吵中,毫无幸福感,迟早要散火。 第五种情况,有家庭冷暴力的夫妻。 俗话说,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,其实夫妻之间的争吵很正常,也不是什么大事情,吵完可能就好了。 但是一些夫妻喜欢用冷暴力,遇到任何矛盾,任何感情交流问题,都不愿去沟通交流,而放任事情自行发展,那么迟早有一天,两个人会不欢而善。 夫妻之间相处是有秘诀的,否则怎么会有的人把结婚当作爱情的坟墓,而有的人觉得结婚就是天堂呢? 夫妻间的关系是一门学问,每一对夫妻都应该学习经营,通过你们的努力,让夫妻关系更加和谐,更能加深夫妻间的感情。 夫妻